作为生物工程天才 我打乱造物之间的秩序 却被一帮老古董指控我非法改造动物 行 那我只好对人类进行实验 通过一场前无古人的生物改造 我失去了一种 我失去了一半身体 却收获了完整的灵魂 世人都当我是怪物 这就是我发明怪物召唤装置的原因 我也需要同类 GRX残榜们 看够了 从火焰山到机甲移城 再到试炼岛 你们的每一步都在我的实验流程当中 准备下一场实验